好 接下來厲害了 怎麼樣... 吃什麼 我們要來吃下午茶了 不好意思 你怎麼了 你一定要說 剛剛不是吃過的嗎 你要心意回圈喔 對... 剛剛不是吃過下午茶嗎 現在我們要吃 我們要吃在地人吃的下午茶 剛剛那也是他們的下午茶 這家店很不一樣 是什麼 這家店是我們 全台灣第一個電視曝光的店 大腸包小腸 它是香腸糯米腸耶 各位台灣注意 一起吸氣 吐氣 好香喔 吐氣 老闆 我要來100 然後加一個隱藏板 你講的話好 我聽不懂耶 是不是這樣 對吧 來100加一個隱藏板 來100加隱藏板 你怎麼講這個 好酷喔 有術語耶 好香喔 福建街航阿萊 有一間花蓮在地的下午茶 彥均哥 我聞到濃濃的炭烤香味 鼻子很凌優 就是這邊啦 剛才說的來100是什麼意思啊 專業的都是這樣點 老闆會幫忙配100塊的混量喔 我剛剛本來以為 大腸包小腸是我們拿著就可以吃的 結果他們是分開 弄成像一盤那個 對 因為這家店其實還滿有名的 我剛來之前我先上網查 大家都說拿來就走 我來這邊才發現這邊店面 其實ABC有三區耶 對 有ABC三區 大腸包小腸可以賣到 這麼大的店面 真的有點誇張 對啊 來... 先吃香腸好了 先吃香腸好了 我特愛香腸 而且香腸顏色好特別特別白 你不覺得 它沒有加防腐劑啦 裡面有瘦肉跟肥肉 好像聽說是3比1喔 2比1 2比1...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3比8 我個人是喜歡腐肥 我喜歡肉肉... 是喔 我喜歡肉肉 你喜歡肉肉的女生 那一定是喜歡10年前的我 你們如果早點相遇的話 我現在跟你應該就是比7檔主吃了 可是我喜歡肉肉 你一定擋不住我的魅力 而且我食量很大 肉肉 10年前... 你有想講什麼嗎 沒有 10年前我已經認識我老婆了 20年前 我那時候也胖胖了 聽說他們是用溫體豬耶 沒錯 憲法規定 一口香腸要配一口大蒜 我以前跟我們家人 去看棒球的時候 棒球場門口都會賣 好香腸加深蒜 好棒 一口香腸 一口香腸 憲法規定 我覺得它的香腸吃起來 不只有碳香味 它還很濕潤 這飄散的香腸味好香喔 那是當然的啦 老闆費不少工喔 每天手工用豬大腸灌的香腸 也特別挑選肥瘦均勻的部位 口感紮實 還吃得到豬肉的鮮味 米腸 我個人非常喜歡吃米腸 我連鹹酥雞都愛吃米腸 我根本就米蔻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要吃到好吃的米腸 很不容易耶 花生香又脆 脆脆的 而且我覺得它灌得很好 你知道嗎 如果它灌得太緊太飽食有沒有 它米腸吃起來 它米粒吃起來會有點硬的感覺 它完全不會 有的 它會散出來耶 灌得不好好 而且你口面看起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那個 梅粒米都是很平衡的感覺 而且那個花生香好香喔 你吃它裡面糯米的緊實度 就好像你吃到很好的握壽司一樣 是 很好的握壽司 它每一個裡面的密度間隔 全部都是剛剛好的 它這個灌的就是這樣 洗乾淨的大腸裡灌入糯米花生 每條形狀都長得不一樣 新鮮豬腸罐子皮也特別的Q彈 其實你又不覺得 有點像我們華人的薯片 薯片的感覺 然後加一點這個甜辣醬 應該是吧 甜辣醬 然後再弄一點點那個香腸 我想到一個菇馬了 怎麼樣 其實你裡面包香腸 然後就變成米飽了 香腸米飽了 好... 好耶 可是你這樣 我一口怎麼吃得下去啊 好 沒有啦 我們就一人... 香腸米飽 我們就一人是一片配一個這個 天啊 我們好聰明喔 一片配一個 好不好 妳要加這個 我有加 妳要加這個 好不好看 我剛好吃啦 我覺得很好吃 妳要一大口喔 好 來吧 好吃喔 我發現你單吃香腸 跟配米湯吃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米湯跟香腸 一起咬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高粱香氣更濃 更濃 因為它的高粱香氣 會整個附著在米湯上面 而且這兩個吃起來 完全清爽耶 對 好搭好搭的感覺 好好吃喔 然後想把這家店帶回家喔 為什麼花蓮什麼都好吃 好好吃喔 你剛剛那個吃法真的很讚耶 它淋的那個醬汁也很好吃 是 帶一點點的微酸 彥均哥 你很會發明星吃法耶 除了剛剛的吃法之外 米飽配上酸菜和蒜頭也好美味喔 更美味的還在後面 老闆 給我更美味的 不好意思喔 很少美食節目主持人 在吃東西的時候 在試吃的時候 就把這盤快吃完了 不好意思 真的不是故意的 真的是不是故意的 真的很好吃耶 因為基本上我們剛才口感 應該前三分鐘就可以用了 後面都是自己我們自己在吃 OK 聽說老闆這邊還有隱藏版要給我們 你好 老闆 炭烤大腸猴 你好 炭烤大腸猴 怎麼突然變熱炒店了 怎麼會有這道菜呢 因為大腸 因為我們這個都是 因為我們米廠都是用大腸罐的 所以我們一直都會有一個大腸猴 你知道嗎 它吃起來是嫩嫩的 你不會覺得你在吃大腸 真的不像大腸耶 而且他們這個小魚乾辣椒 真的非常厲害 把小玉你聞 大腸經過炭火慢烤之後 整個香氣都避露出來了 真的 剛咬一口的時候就覺得好香 然後大腸的表皮被烤到焦焦 真的是當之無愧的隱藏版 豬血湯好像有太厲害的感覺 我剛剛已經開始喝了 豬血湯的顏色非常非常的清澈 但是它韭菜香又很濃 重點是各位 離開台北之後你才發現 豬血湯的料應該要這麼多才對 真的 各位 你也看看 我想直接這樣淋上去這樣吃 可以啊 你就拌 你就拌到那個碗裡面 那你會有點辣喔 它那個辣椒還滿辣的 我覺得重點是他們大腸清理得 非常非常的好 很乾淨 只留它的絞勁在裡面 有一點淡淡的大腸的香氣在裡面 然後它裡面的 它裡面這個算是韭菜 韭菜香氣也很濃 但是不會到嗆 重點是我覺得他們的湯頭 很清澈 不會干擾到其他食材的味道 這清爽的湯頭 配上滿滿的餡料 讓人一喝就停不下來 彥均哥 你喝太多了 我都還沒喝到 最後一口給你啦 吃飽喝足了 我們先回飯店check in囉 來去check in 耶 各位可以在YouTube頻道看到我們 趕快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的訂閱鍵給它按下去 你就可以對得起你的阿公阿嬤 還有你的老弟老咖了 沒錯 不只是這樣喔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們check in 好康大方送的最新消息 得到我們專屬的神秘小禮物的話 記得訂閱後面的鈴鐺 要給它按下去喔 來… 來… 按啦…